美國、法國、俄羅斯呼籲亞美尼亞及阿塞拜疆部隊停火 雙方仍然在衛分離地區納戈爾諾卡拉巴克而繼續衝突 這次的衝突有擴大為全面戰爭的危險 亞美尼亞及是亞塞拜疆拒絕了享有爭議的納卡地區停火的要求 最近幾日以來,納卡地區的戰鬥升級到1990年代以來從未見過程度 法國、俄羅斯及美國是歐安公權與合作委員會明斯克小組的共同主席國 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的任務是找到納卡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 三個共同主席國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亞美尼亞及是亞塞拜疆立即停止敵對的行動 呼籲兩國領導人致力於好延遲地恢復實質性的談判 俄羅斯還提出願意作為東道國讓亞美尼亞及亞塞拜疆外交部長 以結束星期日爆發的戰鬥 戰鬥重新點燃,此處內陸非地持續幾十年衝突 納卡地區位於亞塞拜疆境內帶由亞美尼亞族人治理 並得到亞美尼亞政府的支持 戰鬥已造成幾十人喪生、幾百人受傷 並抗大納卡地區之外